在这个视频里 我们介绍 自学资讯大权 从图书馆里得到那个自学资讯大权 这个是我们的 伦敦图书馆的主页 按照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字 数字收藏 这个地方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数字收藏 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linda.com 这个linda.com原来还以为是个 就是一个linda这个人的名字 实际上这个不是 这是一个所有的这个是 free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 它包括了所有的自学 的资讯 你按这个地方就可以到 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 网站 那你干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哦 我这好像应该是要log in的 那个 这个需要每次都要log in 那么现在我来log in这个地方 我们呢打到这边来 再来 我现在log in我的信息 这个还不对 再来一次 试试看 好这个叫 我已经啊 注册进去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 资讯在这里面 比如说你应该在这个地方看你这个是有 关于怎么设计 游戏的 怎么怎么来 做经济 啊 business的怎么写 这个 做 business 他有很多的 呃教你怎么写计划书 教你去怎么写报告 他都是有视频这个是你可不可以说 呃 才有四个小时 这个是powerpoint 怎么做 呃 这个演示演讲的两个小时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你看这里也可以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目录 这个是 商业技术这个 生产力的 啊 互相这个交流 还有这个管理的 还有这个 自己做这个 小生意的 还有这个 领导才能的 还有这个 事业发展的我们来看这个career development 他会告诉你怎么来 写这个 推荐自荐性呢 或者是怎么写这个 你的cover letter啊 还有你怎么来 完善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 在工作当中的沟通能力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对尤其是对这个 青年学生来说 啊基本上你可以找到所有你需要 额外补充的从你除了学习 你需要的学习的以外 你还有 可以找到所有你在这里感兴趣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是网站设计 你喜欢做这个 多媒体的你可以 找到 怎么做 电影 什么怎么做 这个 这个音像设备 或者是声音像设备 还有怎么怕 怎么这个 发行你的图书 这个是照相的 marketing那个做市场的你可以怎么用 这些 Facebook做你的市场 用Google plus LinkedIn 所以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么 只是 看你有多少时间花在这里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选择一个 题目选择一个 方向 然后在这里 在这里挖掘 这些额外的一些材料 来 有助于你的 那个学习和你的事业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好